第三百八十四集 小陈 十三他是自杀的 和任何人没有关系 至于医神门 在你离开后的第二个月 就搬离了 走的时候很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十三本想一起离开 但是因为我 还是留下了 他甚至说 如果有一天你回来了 他或许还可以 给你带几句话 医神门必须有人呢 几乎每隔几天 十三便会来一趟这里 打扫一下卫生 但是一个月前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性格变得很是孤僻 甚至此地 也再也没有来过了 石阵海的声音 越来越轻 最后化为一句 深深的哀叹 自杀 叶辰冷笑一声 昆仑须还有人自杀 更何况 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自杀 十三也不可能自杀 叶辰的神色越来越冷 但是他越是追问 石阵海就越发躲避 仿佛有难言之隐 索性 叶辰也就不为难他了 想知道一些事情 他太容易了 石叔说 我和我的朋友正好有事 就先不打扰了 晚点我就带些东西去看你 石阵海见叶辰不再追问 长嘘一口气 小陈你先忙你的 到时候我带你去一趟 石三的墓地 估计你石三哥知道了 你去看他 在下面也会很开心呢 好 沈时熙 雪峰华 我们走 叶辰毛子阴沉 向着医生门外走去 沈时熙和雪峰华也跟了上去 等三人彻底离开 石阵海发出一声长长的哀叹 意味深长 小陈 不是我不想说 有些事情 我们真的无法抗衡啊 昆仑须的规则便是武道为尊 没有实力 就无法守护尊严 石三已经离开了 石叔我不想你 也受牵连呢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让他像这片尘埃一般 沉寂吧 石三在下面 或许也是这个意思 他一直把你当弟弟 他比任何人都希望 你活得好好的 一审门外 沈时熙看了一眼叶辰恭敬道 叶先生 这件事应该没那么简单 我知道 叶辰眸子泛着一丝冰冷 冰冷到让人心悸 一身门的消失 乃至石三的出事 绝不简单 不管背后是谁 我都会把他揪出来 让他跪在石三的坟前 写罪 因为天色渐渐晚下来 三人只能先找一间昆仑须的酒店 住了下来 酒店金碧堂皇 往来的人境界不一 最低的也是神游镜 至于最强的 无法估测 叶辰能清晰地感觉到 酒店深处 有几双眼睛扫了一眼 他们三人 没有过多的停留 显然是认为他们不惧威胁 对方的修为 至少在圣王境之上 三人在酒店六楼 点了一些吃的 还没吃多久 周围几桌便是传来了 一道道议论之声 过几天 黎家那小姐 就要和昆仑须 进入灵妇榜的高峰坪成婚了 这可算得上一大盛事啊 什么过几天呢 今天晚上八点 便是两人的订婚仪式 听说附近的强者 都慕名而来 哎 还别说啊 离心那姿色和身材 真是让人受不了 可惜了 一般人还真吃不下 这位美人 身材魔鬼 但是内心 更住着一只魔鬼 兄弟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一个超繁静的男子 好奇地问身边的胖子道 那胖子吃了几颗花生米 看了一眼周围 轻声道 老弟你可不知道啊 这离心之前可是有婚约的 而他的未婚夫 恰好就在五天前 莫名其妙地自杀了 这件事你不觉得奇怪吗 如果我没记错 那悲催的家伙 是医生门的十三 有点小医术和实力 可惜啊 却是入不了离心的法眼呢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已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 旁边一桌正在吃饭的夜尘 筷子悬在了半空之中 眼眸闪过了一丝冰冷的红光 嗜血 杀戮 残忍 他知道离心这个女人 五年的时间里 十三嘴里常常念叨着 这个漂亮的未婚妻 小陈 你可要记住了 你未来的嫂子叫离心 离家千金 等你从华夏回来 我让你见见什么叫仙女 还别说 我一直认为 十家只能算 昆仑须最小的家族 却没想到 十家先祖曾经辉煌过 更是给我留下了这条退路 只是不知道那离心 对我是什么感觉 像我这样风流倜傥的人 怕是会把这个女人 迷得死去活来 小陈 你可要加油了 嘿嘿 别等我孩子都有了 你还没有个对象 叶辰耳边 想起了这些话语 都是十三生前 喝酒的时候 说的醉话 对他来说 以后美好生活的 唯一念想 便是离心 叶辰当时一笑而过 而此刻 离心这两个字 宛如一柄刀刃 死死地插在他的身去 如果十三的死 真的是离心所为 那他便要整个离家陪葬 就在夜晨怒意席卷的瞬间 林桌的胖子继续道 不过那癞蛤蟆的死 真的有点问题 离心完全没必要下这种狠手 我倒是觉得 这件事可能还和那高丰平 有些关系 高丰平进入了灵妇榜 也算是昆仑须一百位天赋之人 其中之一 只要今后不夭折 他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离心选择高丰平 也算正常 一个废物和一个天才 换作是你 你会选谁 那超凡镜的男人 喝了一口酒 这他妈还选什么呀 那废物的死 就是优胜劣汰 换句话说 就是活该 沈时熙见夜晨处于爆发的边缘 脸盲站起身 走到那两人的面前低声道 二位 这样消费一个死者 不好吧 我劝你们 还是老老实实地吃东西吧 那胖子看了一眼沈时熙 眉头一皱 你算什么东西 我和我朋友聊天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若再多管闲事 信不信我让你永久留在此地 说完那胖子恍然地笑了道 我算是明白了 你听不下去 是不是代表着 你和那废物有关系啊 雨落 夜晨再也忍不住了 抬起头 冰寒的目光射了出去 十三是我的朋友 我不允许你们在背后这样侮辱他 如果想活命 跪下废调修为 否则你便只有死路一条 夜晨淡漠的声音就这样落下 无比平静 仿佛主宰了生死 那胖子一震 目光看向夜晨 当感受到夜晨的境界 他嘴角却是带着一抹不屑 小废物 我可是 话还没说完 夜晨眸子一冷 一掌拍在了桌子之上 强大的反振之力 直接将面前的花生米震飞了 夜晨两指一抓 一颗花生米便是介于两指之间 同时 手臂轻轻一荡 无形的沙液和气流 包裹着花生米直接射出 速度极快 那小小的花生米宛如流星撞向地球 撕裂一切 这一刻 那胖子自然是感觉到了危机 死亡之意仿佛侵蚀了他的一切 他刚想抽出腰间的长剑反抗 却发现根本没有资格 吃的一声 那花生米带着寒光 穿透了胖子的咽喉 带着一抹鲜血 死死地嵌入酒店的墙壁之中 胖子连说话的权力都没有 直接倒在了饭桌之上 这一倒 佳肴摧毁 就连超凡镜的那位同伴 也是感觉头皮发麻 一颗花生米便能成为凶器杀人 关键在花生米射出的那一瞬间 他感受到那个青年身上 强大的自信和杀机 仿佛天地之间 对方就是主宰生死的神王 恐怖至极 做完这一切 夜晨含眸落在谨慎的那人身上 我刚才的话语 你应该听到了吧 那人脸色惨白 颤抖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掌 不再犹豫 一掌拍在丹田之上 一口精血直接喷出 丹田碎裂 修为敬毁 刚刚一瞬间 那人便是明白了一个道理 今日若不费丹田 留给他的便是一条死路 雪峰华 这件事交给你来处理 沈世西我们走 如果那离心和高丰平 真是害死十三的凶手 那今天的订婚晚宴 便由我叶辰来掌控 沈世西表情一变 万万没想到 叶辰一来这里就开始惹事 虽然十三的死 很有可能和离心有关 但是这可不是华夏呀 此地是昆仑须啊 昆仑须强者如云 一旦被人盯上 那后果不堪设想 叶先生 我觉得您会不会太冲动了 这订婚宴必然盛大 到时候您如果砸场子 别人识破了你的身份 到时可就麻烦了 雪蒙虽然短时间 不会对我们出手 但是他们必然会派人留意 脑不好 我们都会交代在这里呀 沈世西知道叶辰实力很强 但是再强的人 也不敢在昆仑须随便狂妄啊 哪怕此地不算昆仑须的最深处 强者也不算太多 但是对他们来说足够危险 叶先生 您看这样可不可以 我现在就去万剑宗 请万剑宗宗主和所有长老出手 他们的力量足以碾压李家 也不怕调查不出真相 这是沈世西唯一能想到的最佳方案 叶辰看了一眼沈世西 无奈地摇摇头 既然你要去万剑宗 你便去吧 我一人足够 沈世西能够感受到 叶辰话语的不悦 连忙跪在了叶辰身前 叶先生 不 师尊 我不是小看您 而是一切以大局为重啊 现在我们没有任何势力 贸然暴露和出手 只会陷于死境啊 我不是有发生的 我自己的人都会来 我的眼督